在你眼中你觉得我跟林志玲谁美 你喜欢女生说我她是好看 比如说走到路上 里面走来有女生长得很漂亮的 让她很强什么的 然后你会问我她是好看 你会怎么看 哪呢都可以看到 我没出现 你呢 好看 因为如果有问题 男生就不要接这个话茬 就给她直接把这个话题封死掉 不然是个宿命题 真的真的 所以问我一下 继续问我一下 你会怎么 继续答 你就直接把话题封死掉 不就不用我了 但封不过去啊 你肯定是觉得这个答案 她自己无法接受 所以说她 她那个女生长不好看 你说对 她长得高 她长得漂亮 她长得百大 那又怎样 我就喜欢你了 对啊 就长得这样漂亮 有什么意思吗 对啊 她有你身边的我吗 就一下子 一下子就起码就会活跃一下气氛 就会让她从刚刚那个点上跳出来 跳到你好油腻啊什么什么 你就这样对 就跳到那个点上来了 这下是不得的 至少把那个陷阱给绕一下吧 对吧 亲爱的 我们今天吃什么 随便 你接下来的反应肥啊 直接他来去吃一下 就你说了一个店 他说我不要去 不想 再选另一个 再选另一个 去一家店 他都说不想 不想吃 那还是不饿呗 我觉得又天塌了 你知道吗 我也是个选择恐惧症 什么都行 但是吃哪个感觉都有点遗憾 他以前喜欢吃什么 但他去他最爱吃的那家店 一般就可以了 我一般会打开那个大众脸屏 然后看火箭之外就包了 实在不行了就只能吃最贵的了 没办法 这个小话很好 我真气了 还要生气啊 我没生气 别生气 来来来 我没生气 来给您吃太阳 如果一个女生跟她吵架 然后太怕她生气了 但是你问她也不要生气 他回家你说没事没生气 你这个时候会想什么 过来你快怎么办 我都睡觉了 你自己说都没生气啊 各位往前往去 可能就是担心我害怕她生气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下 确实是没生气 我有一个很善理人意的好女朋友 我认为我是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 我又会一直问 不对你肯定有事 你给我说 不说 哎呀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看我都已经冲成这样了 对不对你的目的达到了 你赶紧给我说一下 我应该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反省一下 是不是你自己哪里做错了 或者天天天的 我又回忆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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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话都不说 憋在心里的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男生 把那女生惹生气了 男生是有感觉的 他自己应该怎么知道发生了 我都想不出来是因为什么 那应该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去打扰他 我就睡觉好了 明天就好了 比方说 嗯 我最近 我最近有点肥 那你通常 通常男生都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有女生问你 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你问你怎么回答 看她是不是胖了 那你女朋友问你的 你一定没有胖了 我觉得我这个女生 一般体系统应该是比较敏感 她自己不知道吗 不是啊 她就想问的是 我当你的眼里有没有变胖 我可能会想 这人是不是又在给我下胖 然后我再考虑一下 怎么完美再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想这么多吗 有时间想这么多 你第一把年肯定就是这个 她又在干嘛 她又想干嘛 这个女人又要干嘛 就这种 像我就会觉得 如果女朋友问我们 就说爱是不是胖了 如果真的胖了 那我就会觉得身边一个蚕食官 还有成就感 如果她瘦了 那我可能会觉得 你再胖一点 她脸身体好 什么时候干嘛 一般我一般都会 不得的人的话 都会说没有啊 那如果是 就是你喜欢的女生 没有啊 然后再跟上你怎么了 哈哈哈 你哀了 我看什么话的你问你 她在暗示我 暗示你什么 暗示你怎么嘛 暗示我 我太胖了 哈哈哈 你想太多了 他很多对反应女生说什么话 会做什么事 刻我电话 让他不会有信息 那如果女生到了电话 您的反应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想啊 屁方就不要 像这种什么挂电话 你打他就通 立马就觉得啊 稳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挂了 但是他打回去就立马就接了 这种女生就跟您闹个小脾气 对对对 一哄就好 就是如果说他给你挂电话 打一个没接 打两个没接 打三个还没接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当面道歉了 对对对 这种就升级了 你知道打不通的这种 是最可怕的情况 但是往往我选择的就是 等等会冷却一段时间再说吧 冷却一段时间 冷却一段时间 冷却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不能直接去找他 你要去把他周围的人问清楚 他到底怎么了 然后但是你不去惹他 你也不去吭他 你敢来 他不敢不敢不敢 你敢想哪啊 道歉啊 一门心思道歉啊 歉啊别拉 歉啊别忘记 歉啊别忘记 赶紧接 赶紧接 哎 接了 好 就这样 只要接了 哎呀 一切都好事 真的 嗯 快快 你干透了吧 哎 好 我录过了 待会儿你们录一个 我刚来看他的手机 没有没有 不是在台机器 我没什么 我没法